我记得我曾经跟诸位做过报告 这个事情在四十年前 道安法师还在世的时候 老人家慈悲 借用中国佛教会的道场 来办大专佛修讲座 他老人家要我做主讲 总主讲 那时候我很年轻 这个讲座办得很成功 人数最多的时候到八百多人 有一些 有一个同学来告诉我 他说法师 我在讲座里面听了两年经 明天起 我不来了 我说为什么呢 这是我听了两年了 听了不少了 我要回去学习 我说你回去做私的工作 这两年了你是文 你回去再去私 再去修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我说那今天这堂课你上不上 今天上 今天上 明天就不来了 我在那堂课就把文师修简单的意思告诉大家 什么叫文师修 文是接触 一听 一听就觉悟了 这叫死 死不是你去研究 你研究就错了 怎么说研究错呢 研究是落在第六十了 你用什么研究 用射性研究 那就错了 那哪是菩萨呢 所以一文清悟 这古人说的话了 听了就开悟 一开悟不就不迷了吗 迷惑就破了吗 那就叫修 所以它是一桩事情 这叫菩萨三会 菩萨像这经上所说的 到十方诸佛插土里面去供服 去文法 那是增长三会 他们的基础 戒定会神 所以叫文会 私会 修会 用这个名词 而不是听了之后 回去去研究 那就坏了 我说 二话 我给你 写